去年和今年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呢 都集中在同一年爆发 我有时候在想 去年到底是个什么特别的年份吗 我突然想到太阳黑子和它的慈级活动 就是每11.2年一个周期 去年刚好又是到了这个周期的末期 日本的311大地震就是2011年 正好是10年前嘛 所以很多人觉得太阳很寻常 其实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天体 它可能带来非常翻天覆地的改变 大家都知道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成椭圆形嘛 一年地球距离它有远近之分的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有个误解 觉得距离太阳远就是冬天 这还真不是 四季变化并不是距离太阳远近而决定的 每年1月距离太阳最近 但是你看北半球反正是冬天 7月距离太阳最远 那北半球就是夏天 地球的冷热是由地球倾斜的角度决定的 北半球在1月份的时候 接受日光的角度是倾斜的 侧着接受光照的 那它就冷 等到7月份的时候 光照角度接近于垂直 那就热了 跟角度有关 距离我们有1.4亿公里 那准确的说太阳属于季形主续星 就算在17光年内的50颗恒星 来相互比较的话 太阳的亮度也能排到第4名呢 光照亮度达到了加4.83 这就是相当亮的一颗恒星了 也就是说17光年外 有外星人想观察我们也是很容易找到的 并不会像三体小说里讲的那么难找到 最开始早期的欧洲科学家认为 太阳上可能都是煤炭燃烧产生的热量 就算是太阳那么大的体积的煤炭 燃烧2000年也就基本烧完了 那早就废了不可能 那后来科学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 还有核聚变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所以它每一秒钟都有6.2亿吨的氢 产生核聚变 这些核爆的核辐射化成光波 加上粒子波动能散射到宇宙当中 一直达到地球之上 说到这一点插一句 核聚变的原理是什么呢 拿原子弹举例子 它是两块油元素235撞击 击碎原子裂变成更多的中子 然后继续裂变中子分裂出更多的元素 和能量的一个连锁反应 一般的元素来说 想要产生核聚变需要上亿度的高温 要么就是需要极高的大气压 但是油元素235非常特殊 是很难得一见的可控核聚变的元素 但是也不能轻易被引爆 也是需要用炸弹瞬间产生高温来引爆 所以问题来了 太阳的核聚变就很诡异了 它并不是靠人为控制的核聚变 自然界的核聚变的能量都是不规则的 有的时候很猛烈 有的时候很微弱 其次它表面温度明显不够 只有6000度 上亿度才能满足条件 所以它是怎么产生核聚变的呢 这个温度就相差太远了 如果温度不足的话 核聚变的反应就很短暂 可能瞬间就衰变结束了 后来有科学家发现 太阳内部实际上有非常巨大的气压 能达到3000亿倍的地球大气压的压强 这个足以产生更高的温度 和更剧烈的核聚变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连续不断的产生的核聚变 那它怎么能保证这么均匀的影响到地球呢 因为晚上我们看星星就知道 很多星星一闪一闪的 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恒星的能量都不稳定 有的时候爆炸的很猛烈 周围的行星都遭殃倒霉了 有的时候突然像熄灭了一样 在这样的条件下 地球是不可能生存的 其实这样才正常 就像点燃一团火一样 火焰有的时候大有时候小嘛 反正像太阳这样温柔的恒星 极其不寻常 它就好像故意这么温柔 对待地球一样 那怎么想都想不到 这么猛烈的能量 能以这么温柔的方式 照在地球之上嘛 它首先并不是直接传导热量的 因为太空是真空的 没有任何传导热量的媒介 所以距离最近的水星的背面 也会有零下190多度啊 如果太阳是直接传导热量的话 那么珠穆朗玛峰的风顶 应该是最热 盆地应该是最冷 对吧 它完全靠核聚变辐射传导热量 很多科学家都说了 大气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辐射很均匀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 一般人就觉得很寻常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寻常 因为人造核弹早就有了嘛 你们想没想过 如果冬天大家觉得天气太冷 在大气层外引爆核弹是什么结果 能用这种方式取暖吗 我能想到结果就是留下 布满大气层的衰变物质和辐射尘 根本就做不到像太阳的辐射一样 温柔对待地球 对吧 太阳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有神秘的天体 它还会自转有磁极 最要命的就是磁极还会活动 只是运转的速度比较慢 内部布满了等离子体 这个等离子体就是介于固态 液态气态之外的 第四种不规则的物质形态 太阳就是一个由氢氦 加上等离子体和磁场交织混合的 一种神秘的球体 那关于它的温度 有好几种说法了 首先大家都公认的 就是太阳表面六千摄氏度左右 但是有科学家说了 因为这种等离子体 越接近太阳两极越不活跃 所以它的温度就会越低 你别看它表面这么热 实际上两极的温度 可能连它五分之一都不到 一千摄氏度左右都有可能 甚至有一个叫川佑翻译郎 自称在NASA工作过的日本人爆料 其实早在1988年 NASA就测算了太阳的表面温度 只有27摄氏度 这个言论一抛出来 简直太让人震惊了 27度和地球没区别了 理论来讲 人就可以在上面生存了 那传说中的太阳神阿波罗 夸父追日之类的 完全有可能实现了 难道古代把太阳当神来崇拜 那看来是真有神从太阳上走出来 盼着这个成为现实的人 其实有不少 不过很遗憾 后来证明这个是无从考证的 没有任何的依据 但是有一件事情真正诡异 而且是真实存在的 那就是太阳的磁场会变动 但每隔11.2年 磁场会完全反转一次 彻底的调转方向 也就是南北磁集彻底互换 这个时候会引起强烈的太阳磁暴 直接造成卫星通信中断 各种电子仪器损坏等等 电力供应甚至气候的变化 都会受到影响 有很多人问 那太阳为什么会反转磁场 它反转有什么意义呢 我个人理解 从数据来看 反转之前都是太阳黑子 日缅活动活跃最频繁的时候 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好几年的稳定期 也就是10年前的2011年 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那个也就是上一个太阳黑子 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周期 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周期 我总感觉它是靠这种方式 来维持本身的能量平衡的 这个就完全是宇宙的智慧杰作了 如果说它始终不反转磁场的话 它的活动可能越来越猛烈 到时候地球就没有办法生存人类了 那么猛烈的核聚变 它是怎么做到 刚好又不伤害地球的呢 它必然是有一种 非常微妙的平衡系统的 而这个磁极变化 就是它的一个平衡系统 太阳体积占了整个太阳系的 99.86% 其他所有木星土星金星地球 包括奥尔特星云 科伊伯代加起来只有0.14 所以说其他的行星 将是可以搏带有人类基本上用之不完的能源 但是所有这些跟太阳比起来 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就像是大象和一粒芝麻的关系 我们所理解的地球到太阳这点距离 几乎等于一粒芝麻贴着大象 而大象四周围几千平方米的草原 都属于它的领地 太阳系所有这些东西 都在太阳的引力笼罩范围之内 直径大概能到一光年左右的距离 理论上讲 光如果想完全走完太阳系 也要用一年的时间 所以太阳的引力范围就是如此的巨大 所以我感觉不是太阳为我们而存在 完全是我们依附于太阳的存在 太阳系四周围最近的恒星 也是四光年以外的半人马比林星了 它是个红矮星 据说它的一个行星的比林星 B上面可能存在生命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 不管怎么说 四周围还是相当空旷的 太阳系也很孤单 它就是用它强大的磁场 带动一光年内所有的物质 保持规律的自尊 也给地球提供了相当舒适的环境 将上那么猛烈的磁场运动 再加上核聚变辐射 竟然还能让地球保持 接受到这么温柔 而又舒适的太阳光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不可思议的 一般人理解就是各种巧合加巧合 碰巧地球距离太近 碰巧磁场会反转 碰巧地球有大气层 碰巧地球海洋量也不高也不低 自转也不快也不慢 我还是觉得这个碰巧实在太多了一点 怎么好事全让我们赶上了呢 最后引用圣经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宇宙本来混沌黑暗没有光 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 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好 这次就先聊到这儿